好 高兴 我刚从法国考察完餐厅回来 想不想听听新的理念 好啊 好啊 正好今天晚上我没事情 要不然咱们一起去吃个饭 你觉得怎么样 喂 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 你给我打过来了 是这样的 我们这边新开了一家 澳洲的牛排店叫奥纳 非常地好吃 而且人们派对特别多 我定着位置 今天晚上七点钟 要不要一起去吃一下 说话啊 吃牛排啊 路亚 今天晚上吃牛排 敢不敢去啊 我有什么不敢来的 你干嘛请我吃饭啊 我有钱我乐意 我干嘛请你吃饭 你干嘛给我打电话啊 我钱多我乐意 你不是说要请我吃饭吗 晚上见 喂 吃饭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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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 我也听说了一直想去尝尝呢 今晚见 烦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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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怎么办呀 烦了 这也没什么事啊 好朋友嘛 一起吃个饭吧 对对对 好朋友一起吃个饭吧 烦了 来了 干嘛请我到这么高党的地方来吃饭啊 这比紫月轩好多了吧 高兴 好 先进来了 坐吧 哦 对 介绍一下啊 对 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陆氏集团的总经理陆逊俊 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杨小柔 我听说过你 陆大小姐 我是杨小柔 你好 你好 杨小姐 你好 我没想到高兴也邀请你一起过来 我本来以为就会高兴两个人呢 我也没想到 那我就不得呆了 我就问个问题就走 哎 既然来了 就边吃边问吧 是啊 既然来了 就坐下来一起吃饭吧 我知道你 你就是继承山猪 百分之三十股份的你的厨师 是 跟紫芸萱谈的合作怎么样了 我 没什么可避讳的 这个在行业内已经不是秘密了 庄机前段时间不是还宣传 你和双方拍厨师的厨艺交流吗 厨师跳槽我经常听说 但是 股东跳槽 我倒是第一次听说呀 好 这鹅干和牛排搭配得恰到好处 是啊 你看这个牛肉的食材 就非常地与众不同 这也算是国内首屈一指的餐厅 我家冷户有一些不错的牛排 等到下回你去我家做客 我亲自下厨做给你吃 往上食材新鲜 谢谢啊 好 杨小姐 一起来吧 好 杨小姐觉得这个牛肉怎么样啊 我啊 我不怎么太经常吃西餐 一个优秀的厨师应该对世界各地美食融会贯通 像这样一个上等的牛排 价值成本应该几百块 食材难贵对于烹饪厨师的要求非常高 作为厨师应该懂这些吧 奥纳的食材和成本虽然说非常地高 但是它营丽也非常可观 既然能把亚洲第一家餐厅开到这个城市来 那就说明它非常相信这个城市的消费顺便 这个你总得了解吧 我是这么认为啊 能消费起牛排的人 也不代表他不能去消费我们这种接地气的餐厅 而我们本土家的餐厅啊 要的是精益求精 而不是改造馆面 也有道理 但是我觉得本土菜系都是些家常菜 太过平常 没有什么竞争力 今天天我去欧洲考察了几家不错的餐厅 等会等我把家常记录发给您 好啊 谢谢 来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有什么想法吗 这可是商业机密 当着外人面说不太好 你 你 好 那我去一下洗手间 杨小姐 高兴态度不太好 你没太在意啊 只是 你也应该站在他的立场 为他想一下 以你现在的身份 确实是 有些尴尬 我只是不在担任山芝屋的任何职务 但我还是山芝屋的股东 我有权利参与决定他的去向 不好意思啊 我这人说话一向比较直接 听高雅说你应该刚入行不久吧 所以有些事情处理得不恰当 造成不良的影响 我也能理解 如果你不想为山芝屋付出 请你也不要毁了他 我 你看高兴都成成什么样子了 请你不要再给他添任务 陆小姐 我 我怎么做有我的原因 我不管你有任何原因 还有 作为一名优秀厨师 你起码应该有国际化眼光 和高水平品鉴力 你 真的还不及格 所以我劝你不要孤名钓鱼 其实呢 我今天对你说这番话 我也是为了你好 你好好想一想 我吃饱了 作为山芝屋的股东 我就想问你 山芝屋为什么停业了 停业之后你打算怎么办 股东 你不说把这事都给忘了 孙云轩的厨房怎么样 是不是比山芝屋的好 你这么问我 为什么把山芝屋给提起来 我就是幼稚啊 我就想跟我消化 幼稚 我就是幼稚啊 用人不善 羊虎为患 感谢观看